随心所欲赶海博主 过分有原则挑货原则 意外成了简破烂之王 造假乱象下成唯一清流 他的赶海经历有多抓码 今天帮帮帮带大家聊一聊 简陋之神大庆赶海 这个完整的酒店 带着用脚踹出来的这个巴掌鱼 见到我它开心啊 你看它握成这个样 我又拽它了 这个跑得有点快 看见那个白子了吗 我跟了它好长时间 这是个鸭蛋呀 不是吧 是个塑料的 每天晚上睡觉前 谁不想来看一段 紧张刺激的赶海视频呢 作为内陆孩子最爱的节目 拿眼抓撑子 手捏猫眼罗 必须是精髓中的精髓 在同类型赶海博主 轻轻松松拿捏橙子王 从海罗里面找到巨型八爪鱼 甭管真不真 反正每个人手里的小红桶 基本都是满载而归 然而在一众赶海潮流中 却出现了一个异味 大庆赶海作为赶海类创作者 每次发布的作品下 大多数都是在说他捡破烂 他随心所欲的赶海方式 简直是惊呆一众网友 今日更是因为 抓到一只手掌大的马面蟹 一举冲上抖音热榜 一只螃蟹 怎么能因百万网友为官 主要是因为他真的太可怜了 印象中的赶海博主 都是吃香喝辣 随便找个沙子一铲子下去 就有无数的月亮背和毛可 就算不认真看 也能轻松凑够一盘子菜 作为现感现吃习俗的传承人 大幸也不例外 只不过 别人轻松捡到大货 而他只是偶尔捡个海蛇 都高兴半天 最开始的大庆 甚至偶尔找到月亮背 都高兴的发出了给给的笑 虽然在经历过大风大浪成熟 再次捡到月亮背没有那么兴奋了 但偶然碰见不大的月亮背 嘴上说着不要 但行动还是很诚实 毕竟月亮背再小也是肉嘛 小的不喜欢 大的抓不住 甚至一度网友都不敢拿别的博主收获 跟他对比 生怕大庆自卑 毕竟别的博主 嘿 家人们有大货 大庆 我感觉还能吃 一句话语 倒出了多少心酸 评论区心疼他打满公平 毕竟谁家的赶海博主 捡到个死掉的螃蟹 还爱不释手呢 话虽如此 但大庆这样也是活该 别人赶海时 半夜恨不得睡在沙滩上 早早的就来到海边捡货 咱也不能说大庆比较懒吧 每次赶海都是艳阳高中 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拍摄的视频 大便也绝对是在大家都赶完之后 也不怪网友称他为捡过烂 捡别人不要的 还稀罕得不得了 但大庆一直是一个有原则的人 赶海绝不欺负幼童和孕妇 还饮了母螃蟹 玩弄一番之后 直接给他丢海脸 对成年线保护法规定 当然是选择放生他 虽然评论区满满对大庆的调侃 但也绝对是赶海界的清流 有些赶海博主偶尔招不到祸时 简直把网友智商按在地上摩擦 直接将一个巨型白裸摆在沙滩上 甚至海滩边上就能抓到大龙虾 潜水区轻轻松松搁浅一只大海蛮 各种智商税的操作层出不求 不少生长在海边的网友 更是纷纷前来打假 深海鱼出现在海岸边 面对网友们对他们的质疑 还要坚持声称就是正常赶海 没有自欺自足的行为 而大庆的真实和朴素 也受到了广大网友的喜爱 根本没有网友愿意怀疑他的真实性 毕竟谁家去买海线 专找破破烂烂的买 他也是全网唯一一个粉丝 催着他买海货自己自足的博主 太过寒酸的收获 还时不时进行道德上的挑挑拣拣 他荣获捡垃圾的称谓 也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但即便面对网友的不断催促 大庆还是坚持做自己 我就不买 嘿 我就不买 虽然咱捡到的都是破烂货 但有就总比没有强 看完大庆的感海经历 帮帮想说 实在不行 咱还是买点凑凑面子吧 怪可怜的 不买 咱还是买点凑面子 咱还是买点凑面子 感谢观看